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支影片呢,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近期買的ELF 這個化妝品品牌的產品 那這次買的東西,就是 有一些是我真的覺得很便宜,非常好用 然後也有一些是我覺得 嗯,大家可以略過不用考慮 那東西有點多,我就話不多說趕快開始 我先從眼影盤開始 我這次,有一盤眼影盤,是這個 裡面的這個雙頭海綿掉出來 其實這個雙頭海綿啊,我覺得 很差欸,真的很難用,我根本就沒有要用 它那個海綿就是,有一種那個 快要脫離這個桿子的感覺 就是套得很鬆,然後很軟 就是很薄啊,沒有什麼彈性 反正看了就不想用 重點是裡面的眼影 我這一盤是非常粉嫩的顏色 這個叫做 PRISM Eyeshadow Palette 這個色號叫做 Sunset 全部都是珠光,然後 我覺得 這就是敷金色啊,蜜桃色啊 這幾個顏色,應該都是非常的實用 我在手上試色給大家看 好,那我把那個眼影盤拿顏色 試在這裡 1,2,3,4,5,6,6個顏色 第一個這個就是很單純的一個 銀色的,不是銀色,就是珠光白色的打亮 它沒有偏粉,也沒有帶黃 就是很neutral tone 第二個顏色呢,我覺得這個會很多人喜歡喔 這個是蜜桃色的顏色 就是可以整個上在眼皮上面 非常的自然 那下一個呢,就比上一個顏色 看起來沒有那麼粉 更帶一點點棕色調的感覺 也是非常自然的顏色 接下來是一個金色 就是一個正金色 非常 沒有偏黃偏橘 就是一個很正統的金色 下面這個 是一個 有一點 玫瑰色調的棕色 粉棕色嗎 一點核色調 玫瑰色調的棕色 接下來這個呢 它在眼影盤裡面 看起來像是紫色 但是它在手上 看起來是 帶紫色調的棕色的感覺 就不是非常的 誇張的那種紫色 給大家看 這六個顏色 這六個顏色 然後我說一下 我對這排眼影的 質地上面的感想 就是呢 我覺得它們的顯色度 都很普通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沒有很顯色嘛 就是 不能跟LORAC 或者是Ebran Decay 那 或是Captain D 不能跟那種牌子比 它的顯色度就是這樣 它是微透膚的那一種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它不容易失手 然後它的這個顏色 看起來 我這樣很近的看喔 是非常細緻的 雖然它都是珠光 可是沒有什麼大顆亮片 非常的細緻 然後在畫的時候 我自己感覺是 不太容易飛粉 不太容易掉粉 所以它的表現就是這樣 中規中矩 沒有 飛粉 不會掉粉 但它的顯色度就是普通 就是可以看出來 我這已經是上了幾層了 它就是有點透膚 所以 這就是 比較日常的妝感 你沒有辦法畫出很誇張 很顯色的 很明顯的眼妝 這怎麼畫 都是會很溫柔 有點透膚 然後很細緻的珠光的眼妝 這一盤 那接下來這個呢 是 ELF的眼影膏 這個叫做 smudge pot 色號是 back to basics 這個金色呢 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摸起來是 就是 膏狀眼影 沒有特別鬆軟 但是 可以感覺出來 它是 怎麼說我這樣摸 會有指紋 會有痕跡 所以它是軟的 是膏狀的眼影 它上在手上呢 像這樣 然後把這個試在手上 給大家看 就是這邊這個顏色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這個 膏狀的眼影呢 真的是可以買的產品 因為它上在手上的時候 你有足夠的時間把它推開 不會有色塊 你可以用手推得很均勻 它一旦就是 它其實乾得很快 它乾掉之後呢 它是 不太容易移動喔 它就在原本的位置 不會移動 那這個時候 你再疊別的顏色 眼影上去 會讓那個顏色 跟單上的時候 比起來更有層次感 會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 他們家的這個smart pot 我覺得真的可以買 你看我現在這樣子推啊 它就 不會 不會亂移動 所以這個很不錯 而且我之前好像 聖誕節 的妝 好像我有用 有用到這個產品來 就是化眼妝 這個 我覺得真的可以買 接下來呢 是 這個 它上面是 給大家看一下包裝 我把它打開 欸打不開 好 裡面長這樣 它這個產品上面寫的是 Baked Blush 然後 色號是 Pinktastic Pinktastic 這個它雖然是 標榜是腮紅 但它其實就是 香檳打亮色 然後這個顏色摸起來 像這種烤餅式 大家可以了解它 烤餅式摸起來 就是有一種 不會很細緻 有一點點 摩擦到的感覺 就是有點 它也沒有很粗 就是摸起來像一般的烤餅這樣 不會像那種 比如說LORAC的那種眼影 是很creamy很軟 它這個不是 就是烤餅的方式 然後呢 這個 打亮在 顴骨 或者是 眼頭打亮 或者是眼皮 中間的打底色 什麼都很適合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香檳色 就是很細緻 我再上幾層 這個顏色啊 它是 帶一點點 真的一點點 粉色調的感覺 我覺得香檳色 非常多功能 就是這個 拿來臉 臉部的打亮啊 或是當成眼頭的打亮 我都非常的喜歡 這個我也覺得是 非常 非常可以買 很優秀的產品 接著呢 就是 要講 三盤 就是臉部的產品 我先講這個 這個是他們家出的 contour palette 他們家這種包裝都差不多長這樣 然後打開來之後就是鏡子 然後裡面有四個顏色 我先把顏色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一下 我用濕紙巾啊 把手上的這些都擦掉啊 其他東西都不見了 就剩下這個smudge pot 我怎麼樣就是擦不掉 怎麼樣都擦不掉 這是濕紙巾欸 這不是乾的 對 好啦跟大家看一下這個很難卸 這個很持久 我要找卸妝液來把它卸掉 我要拿L'Oreal的眼唇卸妝液來卸它 這真的非常的持久 不移動欸 所以真的在乾之前就要把它推好 推均勻 好 一下就擦掉了 我用那個眼唇卸妝液 很容易欸 很容易欸 輕輕的 所以要卸的時候其實很好卸欸 好我要來試那個contour palette 好 這四個顏色呢 在這裡 這一個 是 有一點珠光的 偏黃一點的打亮色 算是 呃 比較白的米色 有珠光 可是很細緻喔 這個顏色真的 珠光很細緻 我今天用這個顏色 來打亮我整個眼下 就是看起來 不會有顆粒感 或是讓皮膚很 不平整 不會 所以這個顏色我覺得很棒 那接下來這三個顏色呢 給大家看 這三個都是霧面的顏色 那這三個顏色 我覺得他們的質地 就是粉壓得有點 偏鬆 它上條有點powdery 就是 在臉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個粉 沒有很服貼 然後它在盤子裡面啊 你這樣掃一掃掃一掃 它就會有一些粉飛到旁邊啦 就是這三個霧面的顏色 這個是質地 然後色調方面呢 這個是warm tone 這個是cool tone 但是他們的顏色 都沒有市面上常見的 譬如說Lorac Pro Countour Palette 或者是Cat Von D 或者是Anastasia 這些比較有名的修容盤 他們的深色 就是比較 修容色比較深 比較顯色 那ELF的這個就 這我已經疊很多次了 它就是會透膚 它沒有到很顯色 但是我想一般人 尤其是亞洲人的膚色 可能不需要到那麼深的顏色 只是讓大家了解說 如果你用這一盤 你怎麼樣做 就是比較自然感覺的修容 它沒有辦法疊得很明顯 它顏色都不深 這個是warm tone 這個是cool tone 然後這邊這個膚色 我就有點意見 這個顏色呢 該怎麼說 就是 它底下這兩個修容色 看得出來就是for中等膚色 或者是皮膚偏白的人用的 然後它這個顏色 這個膚色 我就有點難理解 就是 如果可以用這兩個修容色的膚色 這個顏色都不夠淺 沒有辦法打亮 欸有沒有對焦 就是如果是可以用這兩個修容色 來當修容的膚色 這個顏色 對這種膚色的人來說都不夠淺 那如果這個顏色 可以拿來當它的打亮色 那這兩個 這兩個又不夠深了 所以 我不太懂 它把 就是這 這個打亮和這兩個修容 其實不適合同一個人 然後呢 這個顏色呢 對我來說 它沒有任何打亮的功能 它就跟我的膚色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我用這個 上它臉上啊 就有一點像是 怎麼在定妝還是什麼的 就這個顏色對我來說 就是沒有什麼功能 可能可以把眼皮當成底色 把眼皮上乾淨打乾淨這樣一點 這個修容色不錯 這兩個修容色就是偏淺 然後 嗯 有點透膚 這三個霧面色質地都很 powdery 所以呢 這個contour palette 我真的覺得 嗯 大家可以 跳過這個產品 我覺得 沒有 沒有非常的 令我印象深刻 再來呢 這個也是 臉部的產品 這個是他們家打亮盤 叫做 illuminating palette 這四個顏色呢 我覺得 它有點 就是在模仿 我給大家看 那個 我覺得它有點在模仿 這個Hourglass 的打亮 就是 那叫什麼 也不算是打亮 反正就是它這個 ambient lighting powder palette 它有點模仿這三個顏色的味道在裡面 有沒有 就是它有點類似 好 色調方面類似 那質地上面 它跟那個 Hourglass 一樣就是 粉壓得很鬆 就是 你上的時候 盤子旁邊會有粉 它粉壓得很鬆 如果是眼影的話 這麼鬆就完全不OK 但是 因為是臉部的產品 所以我覺得 用起來 還是可以接受 只是 你不喜歡盤子有粉的 你就要把它擦一擦 再來呢 在妝感上面來說 這兩個很類似 但是有些微的差異 就是 一點點差異 這一盤 Hourglass的 比較 打亮比較細緻 它不是讓你看它有珠光 它就是很細緻的 有一層 光澤在的感覺 那這一盤呢 它想要模擬那種 不是珠光 有一點 就是健康的光澤感 很細緻的那個感覺 有一點模仿的到位 但是如果你上的很重很重 你仔細看 這一盤 它的光澤 比較粗糙一點 就是那個 打亮之後啊 你可以隱約看得到 那個打亮在你臉上的 那個質地 我有點難形容 就是可以看到那個 打亮的質地 它不是真的漂亮的一層 就是很服貼的光澤 所以它們兩個的不同 但是如果你是薄薄的上的話 真的很難察覺出它的不同 所以這一盤 我也是非常的推薦 那我把顏色 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好 在這邊這四個顏色 1 2 3 4 然後我要更正一下 我剛剛記錯了 我今天用來就是 在眼睛下面打亮的產品啊 不是剛剛那個 Counter Palette 應該是這個 Elluminating Palette 的這個 第一個顏色才對 就是 應該是這個顏色才對 我剛剛弄錯了 好 那我要說一下色調 這一盤啊 這個顏色 就是 比較 偏黃一點的顏色 米色 然後它的 光澤感都跟 那個 Hourglass很類似 只是 沒有那麼那麼細緻 只要壓得很 就是上到很顯色很厚 你才比較看得出來 它的光澤沒有那麼細緻 那接下來呢 這個是 帶黃色的 感覺的嘛 那現在這個是 帶紅色感覺的 有點粉粉的 這個顏色 那在下面一個呢 是 米色 真的就是 很貼合膚色 米色 所以它就只是在 把你皮膚的質地 質感做修飾 它在顏色上面 其實沒有很大的改變 那最底下這個 帶一點 橘色感覺的 這個呢 就是很適合拿來做 Bronzer 不適合不可以拿來修容 它就真的是 Bronzer 這樣的 就是 怎麼講 讓你上完妝之後 上完底妝之後 臉不要太平板 所以呢 如果跟Hourglass 來比呢 這個第一個 米色 就跟 這個米色 很類似 那第二個 這個 比較明顯打亮色呢 就跟 第二個 就是 偏粉一點的顏色 很類似 那我把 這個產品啊 就是試在它們 類似的顏色的旁邊 讓大家做一點比較 好 讓大家看一下 我 這邊這個顏色 就是 E.L.F.的 偏黃色的打亮 這個呢 就是 Hourglass 的 偏黃 一點點 就是中間那個 它 三個顏色裡面 中間的那個打亮色 就跟這個算是比較類似的了 我把它們連在一起上 讓大家看看有沒有差別 這個是 Hourglass 這個是 E.L.F. 好 那再來是這個 第三個 米色 這個是 E.L.F. 它緊接著旁邊這個就是 Hourglass 這個顏色就非常類似 下面 最下面這個呢 這個是 E.L.F. 它旁邊連在一起 這個就是 Hourglass 這兩個也是非常類似 你只能在很近很近的觀察 看得出來 質地上面 E.L.F.的稍微粗糙 一點點 就只有一點點 然後 色調上面很類似 還有就是你手 在試色在上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出來 那個 Hourglass的 比較creamy一點 E.L.F.的燒粗 用手摸的時候燒粗一點 但是這兩盤的粉 都壓得沒有很實 就是會飛粉的感覺 可是 以臉部產品來說 飛粉其實 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覺得這盤 價位有點太高 可以先買 E.L.F.的這個 就是試試看 嗯 這一盤產品 我覺得是 CP值非常高的東西 好 最後一盤 臉部的產品 是這個 E.L.F.的 Blush Palette 它是腮紅盤 這盤 這盤的色號叫做Light 我把顏色先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這四個顏色呢 第一個就是 比較偏冷 一點點的粉紅色 但它沒有很藍 所以不需要擔心顯黃的問題 第二個是 嗯 很暖很暖的棕色調 所以它不能拿來修容 就是腮紅 或是勉強可以當bronzer來用 這一個就是很典型的玫瑰色 下面這一個呢 是有點磚色的 橘紅色 它不是很明亮很誇張的橘紅色 是磚色感覺的橘紅色 那這四個顏色呢 它們不只可以單用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需要一個很 自然的裸色腮紅 你也許可以混合這個 QUALTONE的粉紅色 和這個很暖的棕色 它們兩個混合之後 可能就變成一個 很自然的 嗯 自然的腮紅 那 你可以想 就是這個橘紅色啊 如果你不想要這麼的橘紅 也許可以混這個玫瑰色 或是混合棕色 和這個橘紅色 就可以製造很 很夏天 肌膚很健康的那種 腮紅的顏色 反正就是可以混搭就對了 那 我覺得這盤 腮紅盤它的 色系呢 選擇非常的好 就是 你不管你是很白的人 還是健康膚色的人 這四個顏色 基本上都可以用 而且不只可以單用 還可以混用 那另外質地上面來說呢 這四個顏色呢 一樣是臉部的產品 但它跟這個 Illuminating Palette 比起來 這個粉壓得很實喔 所以它不太會在盤子裡面 飛粉 那它粉壓的時候 也不會讓你刷子 就是很難沾 沾不出顏色 不會 非常的顯色 然後我自己的感覺 我自己的經驗是 這盤腮紅很持久 我上午 可能七八點 上了這個腮紅 我一直到晚上七點 都不需要補腮紅 這個非常的持久 所以這盤腮紅呢 我覺得是 就是這三盤 臉部的產品裡面啊 腮紅算是我覺得 最沒有缺點的一盤 然後 Illuminating Palette 就是 顏色選擇得不錯 質地也做得 以這個價格來說 質地真的很不錯了 就是粉壓得鬆了一點 就是會飛啊 但是Hourglass 也是粉壓得很鬆嘛 所以也 沒辦法 Cuture Elf 那這Countour Palette 我就覺得 不是很好 色調的選擇 我覺得沒有很好 然後 質地我也覺得很普通 所以其實 是可以跳過的 接著呢 我要講的是 一個底妝的產品 這樣底妝產品 我覺得非常 棒 它棒到什麼地步 我覺得它 嗯 它的妝感 大致上 跟這個 Mac Pro Palette 有點類似 可是這個 Mac Pro 可以推得很 輕透 很有光澤感 所以這個 Mac Pro的 妝效呢 還是稍微細緻一些 但我接下來要講 這個東西也是 類似這個 奶油肌妝感的範疇 非常非常 值得買的產品 是我今天要講的 所有東西裡面 我覺得最棒的東西 好 那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是 E.L.F.出的 Moisturizing Foundation Sneak 就是粉條啦 保濕的粉條 這個粉條 很大一條 很粗 然後它全部轉出來 其實我已經用過好多次 有一陣子 就是買到 買到的時候發現那好用就一直用 所以我用過一陣子 用過蠻多次 那這個 那這個 目前轉出來是 是這麼多 我說一下 我的色號 我的色號是 NUDE 這個 NUDE完全 完全貼合我的膚色 我大概是 Mac NC 20 到 25之間 差不多 那這個 NUDE完全貼合我的膚色 然後這個是偏黃一點點的 比它淺一個色號的 顏色 稍微偏紅 帶紅 一點點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這個粉條有什麼優點呢 它非常的保濕 很滋潤 跟就是 刻板印象裡面很厚重很乾的粉條 是完全不一樣的 非常的滋潤 然後它上出來 不管你用刷子 你用海綿 推開之後的妝感奶油肌 非常的有光澤 再來呢 就是這個遮瑕度很棒 如果你皮膚其實沒有什麼太嚴重的瑕疵 其實這個也可以當作遮瑕來用 遮瑕度很棒 非常的滋潤 很服貼 而且不容易脫妝持久 所以 這個產品 我真的覺得它已經超越很多high-end的品牌 這個真的非常值得買 如果可以 我會想要囤貨這個東西 我很驚訝 這太好用 接下來呢 是兩樣 呃 唇部的產品 兩樣 我對它的評價有天壤之別 一個是這個 給大家看 它就是會變色的護唇產品 大家看到它中間有點變粉紅色 這支就是想要 這色號是什麼 嗯 perfect pink 再來它就是想要模仿Dior出的那個潤色的護唇膏嘛 所以 它 我覺得它失敗耶 它擦起來啊 擦的時候很滑順喔 為什麼滑順 這裡面有那種 Silicon 就是細 的那種補土型的感覺 補土型的質地在裡面 所以擦起來很滑順 沒有什麼滋潤的效果 然後它 不滋潤之後 它顏色會 久了 一段時間就會顯唇紋 所以這個 然後你在補顏色的時候呢 就是讓它的顏色更不均勻 所以這個 不滋潤 然後顏色 就是 一段時間之後 就不好看 會讓你的唇紋很明顯 所以這個可能只能擦完護唇膏之後 稍微疊一點在上面 有一點點自然的顏色這樣而已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太棒了 就是大成功的產品 是這個 也是潤色護唇膏 我的這個色號是 Bear Kiss 這個我試在手上 剛剛那個產品實在是 我覺得很失敗 不想試 這個我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這個 啊 我現在嘴巴上面就擦這個啊 就是這個 這個產品呢 非常的滋潤 我真的不需要擦任何護唇膏 我可以直接把它當成護唇膏來用 就是 它真的就是護唇膏 不用管它的顏色 它就是很滋潤啊 你可以一直補一直補 不用怕疊到最後顏色就是 不均勻拿很醜 不會 很滋潤 然後 它有一點 就是一點點涼涼的感覺 擦上去之後 沒多久你就感覺不到了 一點點涼涼的 很顯色 非常的顯色 雖然它是潤色護唇膏 的定位 但它很顯色 我現在嘴巴上面的顏色就是 完全就是這個 唇膏的顏色 然後 它的味道 我是喜歡啦 可是可能有人不喜歡 它聞起來是 很東方耶 就完全就是萬金油 白花油的味道 我是很喜歡啦 我可能有點老派 可是不會很重 很痛苦 很難聞 不會 可是它的質地就是 非常好用 真的可以 直接當成護唇膏擦就出門 顏色也很漂亮 不會積線 然後呢 最後呢 還要再講兩樣 就是 也是 有相同功能的產品 差不多功能 右邊這個呢 是你們的左邊 這個是用來修正眼妝用的 嗯 抬不開 它像馬克筆一樣 是修正眼妝 上面黑黑的是因為我有用過了 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有用 它可以修正眼妝 但它不好用 因為 它可以修正得很乾淨喔 可是 你用過一次之後 它頭就髒掉了 你下次再用呢 它就把你 就是要修的地方弄得更髒 這個必須要你用過一次 在衛生紙上面擦乾淨 所以它只能修改很小的範圍 然後呢 譬如說你從這邊 要修改你這樣畫一筆之後啊 這邊很乾淨 你可能就看到那個髒髒的眼線啊 被推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它會把你修改過髒的東西 就會推到 就是 一味就對了 所以 這個我覺得 修得很乾淨 但是 它不能修很大範圍 你要一直維持它的筆頭乾淨 有點累 用棉花棒其實沾卸妝液啊 就可以 它這個是卸 嘴唇上面的唇膏用的 就是你把它塗在嘴唇上面 然後 可能等個30秒或1分鐘 你用濕紙巾把它擦掉 它可以把你的唇部產品卸得很乾淨 不會有那個染色的印子在上面 然後 如果你在外面你會換唇膏的顏色 你很介意上一支唇膏卸不乾淨 你就可以用這個 它有這個斜口 可是我從來沒有用過 我都用手指頭 所以這個就是看你個人習慣 你需不需要用到它 它可以做好它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覺得卸妝精啊 濕紙巾啊 可以卸得很乾淨 那你就不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它吃到的話有點甜甜的 不錯吃 好那最後最後最後一樣呢 不是彩妝品 是一支刷具 這個是ELF2的 KABUKI FACE BRUSH 這個呢 值得買 它不是毛很紮實很緊密的那種 不是 它是 算是 稍微蓬鬆一點 它不是毛很緊的那種 它是比較蓬鬆一點 然後很軟 很舒服 你拿來就是上底妝啊 定妝啊 不會有任何刺痛 真的很舒服 然後毛量蓬鬆 非常的不錯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毛沒有很緊密 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在蜜粉定妝的時候 如果毛太緊密 有的時候會把你可能長痘痘 不平整 遮瑕過的地方 推壞掉了 如果這個 比較 柔軟 然後鬆的話 你這樣上啊 就比較不會把你底妝 刮壞掉 所以這一支呢 非常的推薦 你如果用摸的 其實摸不出來 它是售價便宜的刷子 這一支很物超所值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最近的ELF家的東西的購物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會把資訊啊 色號網址都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 掰掰 所以這一盤腮紅 我個人覺得是 就是這三盤裡面啊 最值得買的 呃 嚇死我了 噗 呃 嗳 嗚 嗨 嗠 悲嗚 嗚 嗚 嗚